你去找一个人 谁 李渝 李渝 哎呀 收起你的名师派头吧 这件事只有他能帮你去办 才能在皇上那儿过关 这是雍正元年的抡财大典 作为副主考的礼服 发现科举的三道考题 竟然跟他在伯伦楼里买来的试题一模一样 他第一时间就意识到 考题早就已经泄露了 有人暗中贩卖考题谋私利 虽然暂时不清楚这个人是谁 但他作为副主考 必须得把这个事情第一时间上报给雍正 然而当他的这一想法刚提出来 就遭到了主考张庭路的反对 甚至还千方百计阻止礼服上报 气得礼服直接离开了贡院 来到了成亲王印旨的府上向他求取帮助 然而印旨在知道了这件事情后 不仅表示礼服给他惹了麻烦 更是表示自己没能力管这件事情 要知道礼服作为印旨的门人 算是印旨的自己人 更何况礼服在清流中 地位仅次于孙嘉诚 印旨虽然没有主动帮助礼服 但还是给他指出了一条名路 你去找一个人 谁 李渭 李渭 哎呀 收起你的名师派头吧 这件事只有他能帮你去办 才能在皇上那儿过关 当然 印旨的眼光还是准的 当礼服找到礼服说出事情经过后 礼服并没有表现出印旨那种惊慌 反而是冷静给礼服分析完了情况后 主动提出召集兵马前往考场 寻找考题泄露的证据 把那些兔崽子们都叫起来 吵家伙 跟着老子我拿人去 当李渭率兵来到考场后 面对考官的阻拦 李渭立马表现出来了霸气的一幕 走出了十分嚣张的步伐 甚至后面派兵围住考场 搜查考生作弊的证据时 面对前来兴师问罪的主考张庭路恐吓之语 李渭更是嚣张地自报了家门 后面还当着张庭路的面 亲手搜出了考生作弊的证据 最后还把张庭路压到了雍正这里 一个亲王都不敢做的事情 李渭却敢直接带兵包围贡院 他凭什么敢如此嚣张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 小巨先给大家说说 为何印旨不能管这件事情 首先印旨虽然是亲王 但他却是历史上有名的书生王爷 手下只有编书立传的文人雅士 根本就没有兵马 无法给予李渭这方面的帮助 其次 雍正的生性多疑 尤其是对这批参与夺敌的兄弟 这一次参加科举的都是文人 也是以后进入清流的新鲜血液 李渭作为地位仅次于孙嘉诚的清流领袖 他统开科举舞弊这件事情 为天下学子讨回了一个公道 虽然为雍正保住了轮才大典 却也让他收获了天下世子之心 由于李渭是三哥硬指的门人 这在雍正看来 李渭为天下学子们讨公道 就成了收买清流壮大自己的行为 而最终的受益者就是印旨 没有私心也有了私心 深知雍正心性的印旨 自然不会让自己置身险地 而李渭跟印旨相比有两个优势 第一个便是拥有自己的兵马 要知道掌管京城九门的兵马 同归于步兵统领衙门 也就是有所谓的九门提督统侠 兵马的调动需要先找到九门提督 然后再上报给雍正 等到正常的程序走完 那边科举也结束了 根本无法去考场收集证据 但李渭的身边始终都有一只人马 在他前来京城树植的时候 还曾帮助山西的田文静 震慑住了山西的巡抚诺米 这只人马的调动并不需要繁琐的程序 只需要李渭同意就可以 要知道科举舞弊案已经影响到了 雍正煞费苦心准备的轮才大典 当李福发现这个轮才大典 出现考题泄露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上报雍正是对的 只不过等到他上报雍正 再等到雍正派人前往考场查找证据 那时候科举早就已经结束 没有证据在身上的李福 你说雍正相信不相信他的话 所以取证就成了李福汇报雍正之前的头等大事 而李渭的人马可以抛开那些复杂的流程 直接进入考场固定证据 让自己变得主动 其次就是李渭的身份 就像李渭对张廷路说过的那样 他自小就跟随雍正 是雍正最信任的奴才 刚才小句已经说过了 李福和李渭所处的阵营不同 李福既是清流的领袖 又是老三硬指的门人 他做这件事情很容易引起雍正怀疑 怀疑硬指和李福是联合起来 收服天下学子之心 雍正也不会完全相信李福的话 而李渭就不一样了 作为雍正最信任的手下 他亲自去搜集证据 整件事情他都参与其中 由他给雍正汇报真实性也会更强 毕竟亲信都是领导最信任的人 做事的出发点都是为自己着想 所以李渭在贡猿表现得越嚣张 在雍正看来他对自己也就越忠心 敢冒天下之大不韦替自己做事 当然还有一点没说的是 捅开这个科举舞弊案 可能会得罪很多人 最起码会得罪张廷路的哥哥张廷玉 但却可以收服天下学子之心 获得清流们的认同 并只也明白这种大功劳 不能落在自己和李福的身上 给李渭才是最佳的选择 由于李渭雍正亲信的身份 最终学子们也会说皇上圣名 撇清了他们想要趁机收买清流的嫌疑 而且只有这样雍正才不会追究 几人擅自率兵包围贡猿先斩后奏一事 其实每个领导的身边都会有几个亲信 一般人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他们出马都可以轻易解决 当然 这并不是说他们办事能力有多强 只不过是亲信的这个身份识而已 不过是亲信的这个身份识 不过是亲信的这个身份识